我今天要分享的经卷是《针言》 我想大家在座对针言都不陌生 《针言》在圣经里面是一本智慧的书 它里面教我们怎样去行事、为人 怎样去经营生意、经营一个国家 甚至怎样去选择老公、老婆都有去说的 所以《针言》这卷书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甚至是非基督徒都很重要 里面经常都会说 说我儿 就像我的儿子、我的女儿 你要听 很语重心详去说一些话 我一直看的时候 原来是不同的皇帝 可能是所罗门王 甚至是埃及王他们的针言 一些智慧的经文 一些句子都会放进去 给他们的后裔去看 我再去看这个针言的时候 我发现很多时候 针言是对着听者、读者的心去说话 很多时候都会说个心字 通常外国人想法通常会用脑 但我们华人想法通常会用心想法 我们心想法在里面包含了 价值 包含了情绪 包含了我们的思维 我们也会知道 那个人心里面想些什么 决定了他是一个什么人 针言 另外最深刻的一句经文 就是针言四章二十三节 那里说你要保守你的心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我不知道大家前两个星期 有没有看新闻 就是在美国有个枪击案 对不对 有一个老师挡子弹 帮着学生 过了身 但是两天之后 他的先生因为过度的忧伤 他的心碎 而过了身 我们就知道 原来一个人的心 无论他的情感 是影响着 不单止他的身体 甚至他的性命 所以心对我们来说 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可能这两年 有疫情 经济不好 或者有不同的动荡 大家都会觉得 心很不稳定 很不安定 尤其很多年轻人现在 或者我们都会觉得 很多抑鬱 自杀 甚至跳楼的案件发生 因为心 未解决 未理讯到 所以神在这句话 教我们为何要保守自己的心 在保守里面 说我们好像一个士兵 要前 或者在里面 在后也要去防守 可能在外界 我们作为基督徒 听很多就是 我们不要让那些事 引诱我们的试探 或者离开神的道 但是相反我们里面 如何去管理好我们自己的心 在疫情的时候 我的心都很乱 很低伤 甚至低伤到 有一天我熟灵的父亲 我教育的牧师 他说 Joshua 你再这样退到 真的没有人帮到你 因为这个困局不是谁帮到你 而是你要自己走出来 神很好用了我的爸爸 去告诉我 你从小到大 神祝福你这么多事 你也不怕 将来你交给神 好像神在用我地上的爸爸 和淑玲的爸爸 所说的 好像在圣经里面 就说 阿娥 你应该要怎么做 你应该要怎么保守你的心 那你就会从低谷里面 去走出来 而当我求问神的时候 神给了一个经文 就是 你要安静 要知道我是神 是的 我的心为什么会安静 为什么会安静 因为我知道 我是一个天父爸爸 这个天父爸爸不仅是爸爸 他是一个父神 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 这首诗歌 《安静》 宣伟窄 制作人 孩子 了 被人政府先 Resistance 在我们身边 揍权 我 在 脚 崩 下 扯開我 在你大能手中 當大海放得波濤洶湧 我與你暫時暴風相空 扶你仍走啊 在洪水中 我要安靜 知你是誰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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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大海放得波濤洶湧 我與你暫時暴風相空 扶你仍走啊 在洪水中 我要安靜 知你是誰 我要安靜 知你是誰 我要安靜 知你是誰 在洪水中